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张启腾 前一阵子金融雨势不断破了多年纪录 成为全国话题 金融市政府发挥创意 推出点赞赞官方账号 民众只要加入 就能享有数十家金融咖啡厅 特色料理 伴手礼等店家的雨天专属优惠 雨下越大折扣越多 希望借此翻转民众 对雨天失灵灵的负面影响 来金融体验在骑楼下 喝咖啡赏雨景的雨度魅力 会啊 当然会很烦 我们主户买菜很不方便 下雨天撑伞已经成为 金融人的日常 为了翻转雨天 给人四大大的负面印象 金融市政府发挥创意 与在立业者共同推出 全国首创的雨天行销活动 结合通讯软体 以及雨量监控数据 民众只要扫描QR Code 加入电话咖 LINE官方账号 在下雨天来金融 就能享有超过30家 金融职人咖啡厅 特设餐食馆及知名伴手 里店家的雨天专属优惠 而且雨下越大 折扣就越多 以这个大数据的概念 然后跟科技结合 那会用雨量来提出 这个整个店家的 优惠的多寡 那有人就问我说 那晴天来是不是就没有优惠了 对没有错 晴天的时候呢 大家来玩 大家来消费 其实呢 基隆的这个游客是很多的 但是呢 在雨天的时候呢 只要有雨量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店家就会提出有不同的优惠 我们基隆的市区 是全国咖啡店 这个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 所以在雨天的时候来基隆喝咖啡 其实也变成一种享受 所以我们很有创意的去推出 全台湾第一个 而且应该是全世界 应该是没有这样子做 就是下雨下得越多 折扣越多 专属基隆的雨天优惠活动 让消费者直呼 下雨天也愿意出门喝咖啡 应该会哦 因为 因为有折扣 就会省钱 就会很开心 可以 就是 会比较愿意出门 对 因为有折扣 比较不讨厌 加入顶阿卡赖官方账号的店家 则期望借此增加雨天商机 因为之前基隆都是一直下雨 所以会觉得说 客人就是比较少 比较不愿意出门 那我们就是加入这个活动 希望是客人想要 可以促进客人会想要出来街上这样 除了雨天行销活动充满创意 加入亭阿卡赖官方账号的店家识别标章 造型可爱又有磁力的云朵小夜灯更加细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呢 是非常的可爱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设计去取代传统的店家的标示 专案的部分过去都是用贴纸的形式 会把它贴在店家 那这一次我们结合了这个雨天的意向 所以会有一个小夜灯 这个 这样的一个云 一朵云呢 然后放在这个展板上 那只要加入了店家呢 在他的识别上都会以这样的一个展板 告诉大家 这个店家就是加入与你有约的专案的一个店家 一家咖啡厅业者也受到下雨天启发 推出了甜蜜基隆雨创意咖啡 上方的棉花糖受到咖啡热气融化 一滴一滴滴落就像下雨一般超级吸睛 连基隆市长女友昌也被深深吸引 因为基隆一直在下雨 那刚好前两个月又下了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要把这个情怀 转变成是一个饮料 这杯咖啡叫做甜蜜基隆雨 所以其实这个下雨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特色 或者是成为一种创意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业者用这个棉花糖 然后这个下面的热咖啡的这个热气上升 然后会让它像有一点在下雨的这种样子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男女朋友在谈恋爱的 这些年轻的朋友来喝这一杯咖啡 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有气氛 刘友昌强调不管是晴天雨天还是夜晚来基隆 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听阿咖 LINE官方账号 体验基隆这一座海港城市的甜蜜气味 基隆与你永远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基隆城市博览会4月22号将登场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到 陈博会主要展区之一的 成绩转运站现场考察 议长超好年表示 市长年又昌的运气很好 因为疫情让陈博会 从原本在去年10月举办 延后到今年的4月 不然成绩转运站工程 延后到今年4月份才会好 陈博会要怎么博呢 基隆市政府计划4月22号 开始举办城市博览会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 先到中一路海洋广场 了解国门广场计划工程 由市政府督发处长徐燕新报告 随后一行人再步行到基隆火车站 也是陈博会的最主要展区之一的 成绩转运站现场考察 虽然现场都还在赶工中 不过负责的基隆市政府 官销处长向议会报告 今年4月可以完工 这个大顶膨的这个部分 两个月前我们就希望 他能够完工 可是因为一直在下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就积极的这个追赶 然后目前的进度呢 是90.088% 那预计在111年的4月可以完工 基隆市议会议长 蔡旺连则表示 市长林佑昌的运气很好 因为疫情的影响 让陈博会从原本要在去年举办 延后到今年的4月 不然成绩转运站工程 延后到今年4月才会好 陈博会要怎么博呢 这个算是A展区的范围 算是四博会的重中之重 一般来讲 我们这边的比例占很大 所以让所有的议员来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的进度到哪里 不过林佑昌市长运气很好 因为刚好碰到疫情 不然去年要成博会 怎么博啊 去年啊 还延到现在你看 还有很多要赶在4月份哦 所以我说林市长运气蛮好的 刚好有个疫情拖到现在 还勉勉强强 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去把它赶工的话 我们这个陈博会做起来 会有一个缺角很大的啦 而且还仰赖我们市政府各单位 然后一个局处一个局处串接 然后再赶工再赶 至于成绩转运站什么时候 可以真正让规划中的国道客运 以及公车进驻运转 成为真正的转运站呢 市政府交通处长苏先知表示 因为完工之后 大约还要有3到4个月左右的 验收期才能进场 工程完工了以后 大概需要3到4个 大概3个月左右的 让它处理 不要3到4年就好了 不会 我们最主要是要知道 现在可能完工启用是重点 不过因为成绩转运站 4月才能完工 后续还有3到4个月左右的验收期 也让议员们质疑 4月22号成博会举办时 成绩转运站能够开放参观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您关心228连假 在基金23路事半的调坡车道 对地方的影响 以及在副议长林佩祥协调下的解决方案 现在这条调坡车道是算真好 不过引用我来料理的一些生理和住宅 我们金山万里方用 倒门不能完 还有这些生理店不能完 应用他们的生理 应用如何住人 后面的居民没办法回家 我们的客人不知道怎么去基隆市区 因为你只能往金山万里方向走 而且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在哪里 可以进行回转 回头的方向往基隆方向 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宣导 这样不利 我们这样子民众更没办法去接受说 你这样子有什么意义 因为从我们社区门口要出来 就开始塞车 一定要绕到前方的土地公庙再回转 如果说东西忘了拿 又要绕到工业区门口 所以说这个来回半个小时以上 他这样管制下来 我们生意证差好多 因为客人他卫星定位 要转到我们停车场就转不进去 到来绕去 我们生意证真的都没办法住下去 警察其实是这个我们不反对 可是要真的要把他所有的安全措施 就是影响到当地商家与社区民众 向副一长林沛祥陈琴 副一长召集相关单位研究解决方案 要调拨的时候公路总局必须提供及时的交通流量 也就是每小时有多少人次会进来我们金山万里跟大五轮地区 然后根据他这个交通流量的比例 差不多是三比一来去做出调拨车道的措施 第二点交通队这边也会考虑说 在如何开始调拨车道的起点跟终点 他们会针对这六公里的路到哪里开始调拨车道 起点跟终点来做个讨论 第三点交通处在这边也会注意到 当地我们居民交通流量交通走向的困扰 来去做一定程度的微调 因为毕竟来说内辽里跟中轮里有很多封闭型社区 而这些封闭型社区的好朋友 都是需要用这基金二三路来去做对外的连外道路 所以当他们不能左转或右转 违背他们本来生活的模式的时候 毕竟会造成很多不变 所以佩祥今天会集各单位来去了解这次调拨车道的成果 希望能够再一步改善 调拨车道是好事 但是怎么样能够好上加好 怎么样能够符合所有人的需求 这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微调 而佩祥在这边会尽全力协助各单位 让我们市民的交通更方便更顺畅 调拨车道利益良善地方都不反对 但只求配套措施能完善 让回家不用等那么久 商家也能与顾客沟通 坚守民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基隆热利二街壮观里一处自来水开关 8号傍晚冒出水来 造成社区道路自来水蔓延路面 居民下班涉水而过 有外送机车差一点摔车 水公司厂商货报前往查看 发现是排气法故障 紧急关闭后在9日上午展开修复 傍晚下班时间 专管里路面湿大大一片 大量水源漫流到路面 汽机车经过都要小心慢行 但行人可就没这么幸运 因为这边的路之前才刚修好 对 一下子说什么水管还是什么光纤的 对 然后全部挖完路又不平 路不平 现在被井天那边又爆水 然后整个都湿的 像我们带小朋友要逛什么不方便 白花花的水一直冒出 现场只有一位交管人员 里长通报水公司厂商 得到的反应却是 那水公司反应还有技术顾问他们反应 结果他们说公班会派过来 公班来了的话看了一下他说 这是送水的时候正在排气 排气会产生的 等水送满了 气排好了以后 这水就不会流 但是从4点32分到现在流到现在 不知道要流到什么时候 最主要是道路的安全 道路的安全最重要 因为刚才我亲眼 我们两夫妻亲眼看到 外送的差一点就摔倒 说好是新旧管线测试排气 属于正常现象 但水一直冒出 看在民众眼里觉得好浪费 像这样子的跟我们解释说 最近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漏水 然后跟我们解释说排水排气 那排水排气的话 好那这排水排气 这样大量的排水的话 那这个水会到底要算谁的 大量的漏水 而且很严重 你看像如果以 以今天的状况来讲 之前不讲 以今天的状况来讲 4点多已经漏到现在了 那继续还在漏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个水会应该是由谁来承担 水公司厂商前来处理 直到晚间11点 水还是一直流 怀疑是排气阀故障 紧急把开关关闭 让水不再流 9号一早紧急开挖 要找出排气阀故障原因 大管之内 我们都会做那种排气阀 排气阀是让它泄压 不然管子会爆掉 现在是由这个排气阀的时候 现在可能他们昨天 看有没有人去动道还是怎样 它现在在排气的时候 可能那个产生故障 所以现在把它水全部关掉之后 今天要维修更换新 原来安乐区专官社区 因为自来水管线老旧 过年前才全面更新 但道路还没重铺 8号又遇上了排气阀故障 大量水源漫流到路面 不只居民下班回家 交通受到影响之外 居民说 平白留了7个小时的自来水 水费该由谁来负责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吉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宴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怨仰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外幕山湖海路 频频传出落实的情况 让民众和驾驶人都相当害怕 因此刚好遇上会刊的民众 都忍不住主动过来会刊现场 向议员反应要赶快改善 否则又有石头要掉落了 由于民众和汽机车驾驶人 都非常担心会再突然掉落石头 因此立委蔡适应服务处 特地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主管单位 以及市议员和里长等人 一起到现场办理会刊 每次外幕山的落石 不管是秉均跟志豪议员 其实我们都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来助协助灾害抢救的状况 当然因为这个落石 当然索性都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但我们不能跟老天在开玩笑 我们不应该把人民的安全 暴露在危险之下 所以我跟志豪议员 我们在这边强烈呼吁 一定要让全职单位重视这个问题 避免落石再次发生 不要让我们的基隆市民 暴露在危险之中 防护的工作可以做得更扎实 可以做得更完善 那做得更完善的这个地方 就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其实都要出力 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地方做得好 那现在就是说 在基隆市政府的这一方 我们已经尽可能的 让这个基隆市政府这边 能够负起他的责任 把他这边做到安全 那现在下一步就是希望 能够重要的政府 也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然后一起把我们这个 怪物上的这个整体的 这个风景区的这个安全性 能够确保 由于市政府公务处 粗估要施作诊断多处的防务措施 大约需要7500万元的经费 立委服务处希望公务处 先提出整体书面评估报告 再由委员来协调解决经费的问题 希望可以先施作 紧急防灾工程 公务处来会看 当然他们三次间说 他们已经有设计了一套 最后一道防线的安全施工法 大概要7500万 那今天会看的话 我们希望有领务局这边来协助 所以说我们请公务处 把需要说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开始协调会 希望有委员来跟农委会 这边再来协助 解决这个经费问题 所以先把这个 紧急灾害部分 先把它修复做最后一大的环境 那至于说 这个整个禅需部分的话 刚刚水保局有建议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民税大 这个可能就要跟中央的农委会 那边再来重新讨论 重新那个是水长城的计划 由于天气转情 山海风景大好 不过频频落实的意外 很难不让路过的民众 以及汽机车驾驶人 往山边多看两眼多注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金融市7号晚间 有两所学校通报 遭不明男子闯入 警方到场发现 一名男子行迹可疑 上前盘查时 他却拔腿就跑 女警追了好长距离 终于逮到了嫌犯 原来嫌犯 趁晚上学校没人潜入偷窃 身上偷来的现金和超商礼券 也当场被搜出 男子溜进学校行窃 听到原警来了 立刻跑到铁门外 手一抓奋了一跳 而女警就在后头追 不要跑不要跑没事啦 立刻没事 你不要跑 慌乱中 男子脚上拖鞋卡在铁门上 还不顾一切的冲冲冲 跑了好长一段 原警才终于追到他 躺下 你躺下 躺下 趴下 到底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看来原警这么卖力的跑 原来有窃到前科的女性男子 趁着晚上校园没人 连续闯了两间学校行窃 7号深夜10点多 警察局接获两间学校通报 说有不明男子闯进学校 赶到现场发现 26岁的女性男子 正走入校园 非常可疑 没想到对方一看到原警 立刻拔腿就跑 本所于111年3月7日 晚上10点15分的时候 接连货报 本辖有某两处学校 通报校内有不明人士入侵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 原警到场后发明一名女性男子 那行机可疑 那夜夜间侵入某校园内 然后原警发现女男 看到警方之后 然后企图拔腿逃逸 然后原警立即展开围捕行动 那其中本所林姓女警 不畏危险 加入追捕的行动 那将女男逼到校门口的围墙 那这名重达90公斤的女性男子 那攀爬围墙后 那跳落校外 企图逃逸 当场遭资源的警力逮货 那原警在女性男子的身上 起货出新台币385元的纸钞及硬币 那即超商礼券200元 即超商厨师卡等商证物 那女性犯嫌坦承 那连续迁入校园内破坏门窗 那窃取较职员的财物 那全难征询后 依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T订阅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启腾 祝您一切平安再会 欢迎准备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 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 要记得三要准备 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财广告内容 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财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 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生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 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 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 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